2022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出炉 包括前美国联准会主席 伯南克在内的三位美国学者 获得评审委员会通过 成为经济学奖得主 除了伯南克之外 另外两位得奖者 分别是芝加哥大学教授 道格拉斯·代蒙 以及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贝利普·戴威 评审委员会指出 十多年前由刺激房贷 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 这三名学者在金融机构 以及金融危机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研究 为后来的经济改革 并且脱离金融风暴 带来显著的贡献